字幕作者 李宗盛 诶 哟 我是达尔 明亮又舒适的talk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真的 很多人在私讯问同样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最后决定 干脆录一支影片 以后有人问 ok网址 好今天要讲的主题叫做 我当初为什么会做youtuber 让我们一起回首十年前 时光穿越 那我高中三年念的是 滑岗音效戏剧科 大学四年念的是 文化大学国具系 也就是我這七年念的都是表演 那這七年學的表演呢 都是以舞台劇為主 後面大學念的四年的是 傳統戲曲 那坦白說他又更 非主流的一點 雖然說我知道這樣可能對一些學戲曲表演的人 會有一些些不認同 可是我必須說就很單純的 收入這件事情的市場來說 他可能真的會比較辛苦 這是我念完七年的表演後的一些心得 那我就在想我這七年學到的專業 真的可以讓我賺到錢嗎 甚至我可以活著嗎 講到這邊可能有點嚴肅啦 但是其實就跟很多畢業生 有一樣的想法就是 我現在學到的專業我到底要怎麼靠他賺錢 當然表演相關科系也會有一樣的問題 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生多粥少 每一年都會有表演科系 大傳科系 資傳科系 新聞系諸如此類的畢業生 可是其實開放出來的表演的舞台 工作機會就那麼多 所以這注定會有很多人 沒有辦法有舞台可以表演 那時候我就在思考到 舞台劇真的可以讓我往下走嗎 每次有人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回問他們一件事 你這輩子看過舞台劇嗎 幾次 通常問到這邊的時候 可能一般人都是說沒看過 那有看過的可能大概是 一到三次之類的 表演科系相關的不算 因為那自己的科系自己要做研究 那我接下來就會問下一個問題 那這輩子看過幾部電影 好我得到的答案至今都還是一樣 就是我數不出來 OK那這就是一個現象了 不得不說其實舞台劇的表演 還是有它不可取代性 它還是有它的一個真實度 張力感受溫度 這些是透過影視比較難傳遞到的 或者是說只有透過面對面 才有辦法感受到要傳達的那一個核心理念 當然很現實的問題來了 有多少人會願意 花可能比電影票還要貴的錢 去感受這件事情 就現在市面上來說真的少 所以並不是我說做影像就會比做舞台表演優 而是就現在市場的花費取向來看 舞台劇真的比較辛苦是實實的 OK所以大學畢業了我也在思考到 那我要選擇一條這樣子的路 繼續過我的人生嗎 我後來的答案是 我不要 但是啊我沒有要說舞台劇不好 只是我個人選擇而已 好大學畢業了我就決定說 啊我來思考一下我的人生方向好了 所以我就放我人生中最後一個暑假 畢竟大學畢業我沒有要唸碩士的話 接下來的七八月份對我來說就只是 喝熱很多車子 他就不再會有快樂的感覺了 所以我就放我自己人生最後一個暑假 天天喝酒喝啊喝 那個時候的我要嘛就在喝酒 要嘛就是前往去喝酒的路上 OK就在有一天我前往要去喝酒的路上的時候 我咳嗽 哇吐了一大灘 血絲 沒有到武俠那樣子 沒那麼嚴重 但是很明顯就是身體給我一個警訊 我不能再喝酒 好我就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幹嘛 我跟大家一樣有迷惘過 我不知道我自己人生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後來因為我身體的警訊 我就不得不一定要在那個當下選擇一條道路 至少不能再迷惘多落下去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找我爸 那我爸是做股票跟房地產的 很明顯房地產我絕對 賺不起 這不是一個大學畢業生玩得起的項目嗎 畢竟哪一個大學畢業生 一畢業就有個資本額一兩千萬 可以讓你去炒個不動產 或者是法拍舞 太困難了 可是股票maybe可以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跟我爸說 我想跟你學股票 他沒有做什麼大反應就是點點頭 隔天早上我睡醒 我桌上多了一本這麼厚的股票線性學 打開來之後我就發現 這個是比哈利波特原文還難讀 字字字字字 終於有圖片了 L型兩條線交叉 兩條線 完全看無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好吧這也不是我要的路 那我到底能幹嘛 我覺得命很好玩 有時候就是在你真的很需要某樣東西的時候 他就出現 那個在我迷惘的時候呢 我的同學跟我一樣畢業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那一群人 他們就決定說想要做自媒體 那個時候差不多是距今四年前左右 就是聖結石還在玩game 然後群人因為淡定紅茶 剛爆紅沒多久 那個時候同學說要不要一起做自媒體 我就在思考這件事情 後來我很快的就想通了 因為我覺得 自媒體完完全全可以解決掉 我原本擁有的疑慮 當我今天做的是舞台劇 我準備了很久很久的表演 可能半年一年都在準備一齣戲 最後表演出來可能三到五場 我很厲害了不起全台巡迴的十場 那我的舞台空間最多 可能兩三百戲算很多很多人了 那你想一下如果我開了兩三百戲 算三百人吧 場場爆滿 總共也十場 其實也就只有三千個人能夠看到 可是如果今天我做的是自媒體 我把影片能夠放在網路上面 他就沒有所謂的空間限制 他可以有三萬三十萬三千萬個人看到 那為何我不選擇他呢 確實可能會少掉了很多面對面表演的真實度跟溫度 沒有錯 但就整個平衡下來我覺得 或許他不是不能嘗試 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們開始做了自媒體 一做就是四年 但是他不是最近紅什麼 第一團叫做從零開始 這團很冷門啊 可能沒有什麼人知道 但是他也只堅持了四個月左右 後來因為我就當兵了 所以呢這個團隊就從自媒體轉成影像行銷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說 欸我們可以自己拍片 那也可以幫別人拍片 那關於影像行銷這件事情 我大概也只做了五個月左右 細節我就不再這一支多提了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問我說 關於媒體行銷這件事 後來到了2017年的五月 我覺得與其幫別人拍片 我還是比較喜歡拍自己的作品 小李跟雷包都是我的大學同學 所以我就開始找人 然後問他們有沒有興趣一起這麼做 然後就這樣人一個串一個 一個串一個 串接出了現在的最近紅什麼 唉 其實現在邊講邊回首也是有很多感覺啦 因為從第一個團隊 到了中間我拍自己的個人影片 到後來最近紅什麼成立在我家拍片 一直到了現在這支影片的這個場地 是我們的工作室 總結一下 我為什麼會做youtuber的原因 就是因為 與其做一個演員一直被選擇 不如選擇一個沒有舞台受限的網路空間 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面表演 那不是更有成就感嗎 這個信念也是我一直保持到現在 為什麼還在做youtuber的一個理由 我不紅 而且也沒紅起來 甚至還看到一個很酸的留言說 不紅然後還過期 可是我覺得 能夠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傳達我的理念 跟繼續堅持我想做的事情 即便不紅又過期 那 那 我覺得我還是能夠繼續堅持 我覺得還是會繼續做 OK這就是為什麼我想當youtuber啦 那在這邊小補充一下 如果 鏡頭前的你 是想要當youtuber的人的話 在這邊有個建議 你一定會很灰心 而且你一定會充滿障礙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科系在教我們 如何當一個youtuber 可能只能說 大傳系很接近 表演相關科系可能接近 可是沒有任何一個科系有教一個youtuber要具備的所有技能 因為一個youtuber可能會需要包括 攝影 剪輯 表演 企劃 行銷 公關 甚至未來開始接業配的會需要一些法律相關 哪一個科系有辦法具備這麼多技能 不可能 所以這一切都是 從頭開始摸起的 我當在做的時候 我也不過就是 可能學了幾年表演 然後 有一點編劇概念 沒了 我不會攝影 不會剪接 不懂行銷 更不懂法律 我拿到相機的時候 什麼是快門光圈ISO 看不懂 剪接軟體打開來 怎麼剪一刀 都不懂 那後來接到了業配 合約在寫什麼 看不懂 那一路到了現在 這些技能 多多少少就是 略知一二了 所以我會說 你一定會受到很多挫折 可是如果你有辦法突破的話 你一定會有成績 所以就是 加油囉 OK 我是達爾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 如果是youtuber的朋友的話 記得訂閱 我是達爾 下次見 拜拜 怎麼會 我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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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p